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航母编队竭力保护好自家航母 拦截来袭的导弹 打击对方的航母编队 可能那时的作战方式比较简单 而且航母编队的防空系统也没有那么强悍 和今天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今天的航母作战显然不像二战纳会 毕竟那个时候说实话拿航母 还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 能够克制航母的手段太多了 无论是反舰导弹还是使用潜艇 或者空炸机等等其他的作战方式 都可以轻易摧毁来犯的航母 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说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真的抵近南海或者东海 或者是在我们的打击范围之内 真的发生战事的话 就拿东风21D来说 真的硬碰硬的话 到底谁完蛋 说到东风21D 显然是我们火箭军中成名最早的弹道导弹 就是作为航母杀手锏而出名的 东风21D导弹可从陆地发射 可精确穿透2000公里之外的防御网 打击最先进的航母 东风21D弹道导弹的出现 可使中国在太平洋力量平衡中扮演的角色发生巨变 它还可以阻止美国军舰自由进出中国沿海海域 包括东海和南海 如果说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真的胆敢入侵我们的领海 真的发生战事的话 东风21D在面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时 能有几分的胜算 到底是东风21D无功而返 还是美国航母战斗群更胜一筹 毕竟双方总会有一方完蛋 不知道你更看好谁 东风21D中程反舰导弹 是全球第一团 可以攻击 移动目标的导弹 而且通过分弹头和各种诱导导弹 让美国航母的反导系统根本无法燃截 而且可以通过大气层变轨 最终以垂直打击的方式 在目标上空直击目标 这也是美国航母防守最薄弱的地方 想要拦截东风21D的可能性非常小 虽然说外国媒体一直质疑东风21D能不能打中航母 但是看到东风41洲际导弹十次试射成功 无一失败 这样的状据还去质疑东风21D显然有点可笑 DF-21D反舰弹道导弹发射前 先由侦察卫星 地基雷达与无人机构成的网络系统 可以定位数千公里外的美国航母 然后引导导弹 使之飞向预定目标 所以 大家也不用担心东风21D无法定位美国的航母 但是完蛋的显然不会是东风21D 可能很多人会说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显然可以先发制人 对于东风21D的部署位置率先摧毁 要知道东风21D可以机动发射 也可以在地下发射井发射 显然不会给你发现的可能 而且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射程显然无法和东风21D相比 所以真的打起来东风21D显然会完胜 如果说55开那显然不可能 除非美国的航母还没到就溜了 最大的可能性还是91开 至于为何不是完胜 还有一开显然是留给丧失战斗力的航母的 没有必要去击沉它 摧毁它就足够了 打疼 它你看看它下次还敢来吗 当然了 运气好的话 美国的防空系统还是会拦截下一部分分蛋头的 但是基本会陷入崩溃 然后就注定成为靶子 所以 91开的局面也算是正常的 折热